3月28号浦东开始封控 然后4月1号浦西开始封控 到目前为止呢 浦东浦西上海全域都处于这个封闭管理期间 但是呢竟然有这样一个人 这位上海亚书 一位中老年男子违反防疫规定 私自外出跑步 还将其跑步的照片呢 发到某长跑爱好者群内去炫耀 这位在柳华路某公司 在叫防疫管理期间 私自离开单位外出的这个亚书呢 被找到 他是核酸筛查封闭管理期间的留守人员 也是一名长跑爱好者 平时有成跑的习惯 4月2号5050分 大清早的 在明知疫情防护 叫足不出户的相关规定之下 仍然坚持外出晨跑 还在跑步途中自拍 在这个长跑爱好者群内炫耀 于是被警方进行了处理 警方提示疫情当前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希望广大市民积极遵守疫情防控规定 支持和配合防疫工作 确实在这个这么长一段时间里面 需要的是坚持 坚持才能胜利 坚持就会胜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